这个长相气愁的女人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可以闻到人类的情绪 女人名叫提娜 是一名安检员 这天她在工作中拦住一个西装男 并在西装男身上闻到了罪恶的味道 然而一凡搜查过后 他们并没有在西装男身上发现任何未经物品 提娜让男人拿出手机 发现味道的源头就在手机里面 她发现了一张内存卡 男人瞬间慌了神 抢过内存卡吞到嘴里 提娜的同事将她制服 并将内存卡从她嘴里抠了出来 事后警官找到提娜 告诉她那张内存卡里竟然存满了 侵害儿童的违法视频 但西装男并不是主谋 也不肯交代主谋是谁 在得知提娜竟然可以闻到羞耻罪恶这类情绪后 警官虽然不可执行 但还是委托提娜协助他们调查视频的源头 提娜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有什么大的改变 这天她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古怪的丑男 丑男混身散发着令人不适的气息 直觉告诉提娜这个男人一定有问题 但她闻遍丑男的心理 却没有闻到任何异常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提娜让同事把丑男带进搜查室仔细搜审 但很快同事就一脸古怪的走了出来 同事告诉提娜 那个丑男不是男人 虽然拥有男性的外貌 但她的生殖系统却和女性一目一样 她还在丑男的尾椎骨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伤疤 提娜听后愣了一下 因为她的尾椎骨上也有一道很奇怪的伤疤 提娜来到审讯室 丑男已经穿好了衣服 丑男名叫沃尔 是一名周游各地的旅行家 虽然长相奇仇无比 但性格却意外友善 提娜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女性的痕迹 在简短的交谈之后 奇怪的感觉在提娜心底滋生起来 她找到年迈的父亲 想要知道自己尾椎骨上的伤疤到底是怎么来的 父亲告诉提娜 那个伤疤是她三岁是因为意外摔倒流下来的 提娜并不记得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可父亲十分笃定 认定她是因为当年年纪太小 所以才会忘掉这件事情 提娜十分信任父亲 所以便没有过多询问 第二天她在回家的路上再一次见到了那个丑男 两个人攀谈起来 丑男说她喜欢在零件漫步 喜欢各种小动物 尤其喜欢观察昆虫 这一切爱好竟然与提娜极其相似 两个人似乎天生就可以成为朋友 得知丑男现在需要一个落脚点后 提娜主动提出她可以搬到自己家去住 因为她的家里还有一间没出租的空屋子 丑男欣然答应 她跟着提娜回了家 然后注意到了提娜额头上的伤痕 提娜说这是自己小时候 不小心被闪电击中留下的 丑男突然扯开衣领 她的肩颈处竟然也有一道一模一样的伤痕 这样子疯狂的胸部 丑男突然会被闪电击中留下的 因为说是可怜的 对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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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